金华神秘案 今天检察官已经直接来约谈 搜索威京总部 还有威京小沈 好 沈庆经呢 在今天除了一早接受了约谈之外 另外检察官也带队去约谈了 台北市议员应小威要去查 那一场神秘的便当会 背后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价 或者是扮演什么角色 而就在我们录影的同一时间 观众朋友 我们要告诉大家 沈庆经也发出了最新的声明 他说 柯市府有前官员来讨红包 宇轩 这个事情太震撼了 到底是谁 他还说这个人很有名 就跟我坦白讲 我有把整个沈庆经的通篇声明给看 我坦白讲 我觉得他这个情绪非常的激昂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他说第一件事情 好市府也有人跟我索会 柯市府也有人跟我索会 所以现在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两个人 他说前两朝 这两朝两代 都有人跟我要钱 那你知道他最后补什么吗 我都没有给 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就变得不是你今天的政案 真情政案重点了吗 因为现在大家好奇的就是 如同君强刚才讲的 3月10号到底有没有这场便当会 因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 那请问一下君强哥 如果说有这场便当会 而且你有没有记得彭震生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他说台北市政府任何一个官员不管是上不管是下 都不应该从外面接或陈请直接把他塞到都发局要求都委会召开会议 他说这个是不合规定的 他就这么干了 对嘛 所以我今天讲 如果你做死了这件事情 我关你有没有拿钱 贪污资源条例能不能办 能啊 为什么 因为你就土利罪 所以到底今天检调 兵分多路 同步搜索了 危经的总部 还有沈静晶的住家 还有应小微的办公室 等等相关场所 问到了什么 扣回什么呢 我首先讲沈静晶这个案件我们要从上礼拜开始讲起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怪是怪的 第一 沈静晶他是今天刚回国从机场被逮捕的吗 也不是啊 对不对 那你看看检调之前去办郑文燦的办法是什么 你从日本回来 我去机场直接把你拦下来拖走嘛 所以对于检调来讲 早就已经盯上沈静晶这个人 但为什么刻意的放一段时间 放一段空间 让他去运作 为什么呢 就如同郑文燦那个监听一文啊 引蛇出洞 你们就去串吧 赶快换王八七 电话不干净 最好多打几通电话 多讲一些话 多弄点事情 我到时候呢 更有理由去办你嘛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我说 第二种可能 有可能是检调跟沈静晶串好啊 但我看完他的声明之后 我觉得不可能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沈静晶的讲法显然不认罪 而且呢 他要持续的去偏袒柯文哲嘛 换言之 他们两个还有没有在同一条船上 如果按照那个声明 有哦 那既然有的话 我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现在录影时间 我不确定 但是我觉得沈静晶 只要他不认罪 积压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只要一旦沈静晶去积压 下一步就会把矛头指向柯文哲 但各位 第三件事情 最怪你知道是什么吗 今天沈静晶被操的时候 甚至有媒体传出说 他又想要想 你知道吗 变骑墙派 在家里可能有围墙 看到检调来 想要赶快从城 那个围墙外面 年纪这么大了 不会吧 你就有话好好讲 还想要让干嘛 那不是啊 你神经病 那我就问你这件事情 他文养 他现在说法 为什么说他情绪澎湃 自相矛盾 你如果无罪的话 骑装哥他应该干嘛 大声讲话啊 来啊来约我啊 我就跟你去 干嘛要躲 对不对 如果没有罪的话 先前游书会 是不是被他告 我们讲的加重诽谤 妨害民喻等等的 他透过金华城去告嘛 那检调也有传他嘛 他为什么不去 那为什么他要躲在 我们讲的大陆扬州 躲了这么久 那再来我觉得 最百思不得其的是 那你怎么敢回来 你人都跑了 你也没有跟检调创好 结果这个时候 你还跑回来 那不就是干嘛 就是人账去货嘛 人家就等着你来嘛 望中捉鳖 就要把你省金金给围起来 因为今天 当他围起来的时候 是这两个人 省金金跟应小威 同时都被连政署约谈 而且呢 图立的市政相当明确 那目标只有一个 当然是见子柯文哲 这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 一场神秘的便当会 应小威印了 省金金的威金的诚情书 开了这场便当会 然后柯文哲就下了条子 是掌是要的 这两个人今天居然 还进一步被扯出 网路上关于他们的关系 黑资料 都在今天一个一个被丢出来 当然因为我跟你讲 省金金跟应小威的关系很好 这件事情大家早就知道了 就是说他们的 本来在私底下 本来互动就非常多 但今天有意思的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你看传唤一次 把这两个人都传唤 对不对 而且缤纷43路 那各位 你要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缤纷43路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然43个地点很多 哪里来43个办公室 我跟你讲 代表威金集团上游到下游 大家都参与此案 就是说只要跟金黄城 这个暗游建的 比如说包商 比如说承包厂商 或者什么 等于是检调 有掌握到这些戏目 因为当兵分越多路的时候 代表证据越多 对不对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彭震生事实上 他虽然说自己不是污点证人 但他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也就是只有柯文哲可以决定 只有柯文哲指使 而且这个所谓的金华城案件 不符合常规 但你说彭震生是不是干净的 是不是清白的 每个人在所谓的检调阶段的时候 都会想要脱罪嘛 所以自然而然彭震生 当然说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参与 我都不知情 但各位我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如果真的是如实 他这样讲的话 这件事情也说不通 毕竟每一场都委会的会议 都是由彭震生所举办 而最后你要想想看 矛盾的点在哪里 他不只是只有金华城这一案 中华工程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形容这个叫什么 减项招标 也就是我本来这栋大楼 可能是要盖九层楼 盖六层楼 我就偏偏给你盖六层 给你盖五层 上面放什么 全部积电设施 所有的必要设施 都在摆在上面 然后用很便宜的价格 让你先得标 得标之后呢 我们再通过49亿的追加预算 那这也是微金集团的 所以你想想看 当今天搜索所谓的 金华城微金大楼 各位请问一下中共 有没有被搜 你不要误会了 他可能分为很多个地点 就像柯文哲有木可办公室 以及众望基金会一样 但是这是分两笔搜索票 所以今天整个金华城大楼 恐怕都被搜索 被抄个抵朝天 好 伟汉 彭正森咬出了柯文哲 而今天大动作 43度搜索 应小微跟沈庆金 下一个就是柯文哲了 我们明天应该会谈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 今天各位必须观众朋友报告 因为这个沈庆金 微金小沈这个沈董事长 在我们新闻圈的传言 就都根本人不在国内 大家讲说都已经约了彭正森 约了很多这个 都委会的这些委员 对不对 那怎么还没有一个柯文哲 那微金集团 因为是金华城 所以大家也讲说 也要约他 可是新闻圈讲说 没有听说他不在国内 今天报道 听说他不在国内 结果他刚好回来 又准备出去的时候 检方就上门了 43路 那不是突然说冲就冲 已经准备了这么久 按照我的主观的看法 就是在等他回来 后来请他来说明 刚宇轩讲 我同意 明天我们可能再谈 现在不知道 如果 如果这个检方觉得 神经经的回答 或者是相关东西 没有完全 像这个彭正森 他就三个半小时请回 那检方会 要求要压 神经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其一 其二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严重 因为当一个检方 他在查金华城的案子的时候 从便当会的当事人是谁 应小微议员 应小微今天有没有被约谈 也有 所以你就知道了 从整件事情的滥伤 他的开端 检方都认为有问题 你为什么会有一个 三月十号的一个 便当会里面讲说 我们要叫金华城来陈琴 隔了七天以后 真的陈琴 市长是写信箱 来个喊 然后再由市长 你把咖啡怎么做 不是他来拜托你 而是你跟他讲说 你记得来拜托我 然后我就叫他们开会 那问题是开会 我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是中华民国司法 是有一说一 彭正生副市长去市议会 讲的内容 他虽然没有对外说 可是其实 他的这个讲法 透过几位议员的转述 也大概知道 我用清楚方式 跟观众朋友报告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 我从头到尾 叫我去当这个PM 我都不知道 是市长交代的 所以我完全没有要 把这个金华城容金率提高 并且让他通过的那个故意 不是我主动的 但我们有组织的会议 有 谁交代的 市长交代的 可是他说市长交办 是市长交办 我去开会 可是开完会以后 那个都委 那个都委会里面 开那个都省会 这些都委 他们最后做成的决议 是不是给八百四 2021年的9月 是 所以这是最后的决定 所以包含克文哲 跟包含彭正讲说 不是我们说过就过啊 专家的会议决定 你不能讲我怎么样啊 所以这个是这一边的线头 可是另外一边 那如果这个微信集团 他在事情上面 有我们没有看见 他也在里面运作 或拜托人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今天请到了这个 这个沈庆金董事长 他的声明大家去看 他强调就是 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好处 我们是按照流程去办 但是呢 反而是有官员 来要钱 官员来要钱 有没有给 没有 可是他咬出来这个话的话 看起来是前后任官员都有 就是前后届的这个市府都有 这个事情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了 因为到底谁去要钱 这一定会成为明天很大的新闻 但总之 我们就是看司法怎么办 而已办到这个程度 连省庆庆都被约谈了 观众朋友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柯文哲一定之后会被约谈 而且被约谈的时候 不只是走个金华城的案子 乔西那我们来看到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 图力金华城 然后如果有的话 在哪一个部分 找得到更多的证据吗 今天更劲爆的是 应小威 跟威京小婶 还有共同出游的 这样的一个传闻 你知道多少 其实我觉得这个金华城的 这个重大进展 来自于彭震生 因为彭震生 昨天他还去出席 议会的这个调查小组 先前议会的调查小组 召集人是邮书会 约了彭震生好几次 他都没有出席 但昨天突然出席 而且他笑容满面 然后他直接就告诉 这些议员说 他不敢签这些东西 意思是什么 是上级交办的 不好意思 他的上级只有一个人 柯文哲 柯文哲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 他已经是都发局的局长了 他上级只有柯文哲 某种程度等于 因为今天这个彭震生 不愿意背锅 所以就把他的上级长官 也就是柯文哲走出来了 因此今天 北检才开始发动搜索嘛 发动搜索今天在金华城搜 我家住金华城的大楼的附近 当然不是搜那个工地啦 但是他们的微经总部 也在同一个地区 全部都是媒体SNG车 在等他们到底会搜出 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呢 应小微办公室也被搜查了 那就我所知道 沈庆金喔 他就是跟应小微 关系相当的好 关键的这两个字就叫做 图利啊 到底柯文哲柯市府 有没有去图利金华城呢 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 那那20%的融机奖励 照理来说 你应该就要给市府 非常多的回馈 我现在看新闻 他们讲了说 最后定案的回馈是 做公园 然后呢 养公园50年 但我必须说抱歉 公园早就好了 一直都在那个地方 就在我家巷口旁边 然后呢 也不需要花什么钱 就会一直那个公园 都在那里维持得好好 等于是 他这是五本生意 那过去曾经 我有看到一个文件 应该是市府给的 那它里面就讲到说呢 这个金华城它有意 盖一个桥 这个桥呢 要从金华城的办公室 直通到信义计划区里面 那如果是做 这样子的规划的话 确实要花很多钱 很多人力 很多时间 那如果说这样 可能可以配得上 20%的容积奖励 可是我现在回去找所有的文件跟记录 都消失了 所以是不是有写了一个做不到的承诺 然后去骗了20%的容积奖励之后 原本所说的承诺全部收回 那还是拿到20%的容积奖励 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市政府的包就出大了 真的就会有图例的问题发生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更健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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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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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